我是一款 今天來各位看看未來少女第一集的下半場 開始以前我要先跟各位說 上一集有部分我講出 就是黑曜精靈那一團他們並不是媽媽出身的 是我朋友告訴我的 不要說我講錯了 其實他們是有在培訓的藝人 在這邊特別更正 好那來吧來吧 好第一團 紫月光 好那個開頭他們有一個畫畫畫畫的音樂 他們手這樣舉起來舉起來舉起來 我個人會覺得他們手可以再明顯的多一點 我建議舉到更多 對接近伸直 但也不用完全伸直接近 那手指頭的延伸感要做出來 才會在最開頭讓大家注意 對因為他們開頭出去讓別人注意他 那麼中間那一位叫做Rini 我會建議他可能往前面或者往鞋上 那樣的話視覺感覺就會更清楚一點 喔那位Yia 他叫Yia對不對 Yia Yia 他長得還蠻好看的 很漂亮 五官很清楚 但他這邊的動作啊 我個人會建議他可以有一點頭 因為他三聲Yia Yia Yia 對那會感覺都一樣 因為聲音跟動作一樣 但他如果加頭的話 Y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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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就會感覺有一些余裕在那邊了 對因為現在很正面 呵呵呵 對會比較直接 對 對 雜七的地方 Buling走出來 然後他一個手 然後推過去 我覺得他這邊沒有認真推 對他有做動作 然後臉看前面 我覺得稍微一點點不夠 比如說下巴讓別人看到 會經由這邊 到右邊以後再延伸過去 會有一種 噴 的感覺 對 就好像比較有程度 那也不會那麼呆 因為現在都很正面 很直面 前面跳舞也是 都看前面 然後出去的時候也是 看前面推壓 看前面 會覺得少一點面向 這個部分我覺得他可以做一點小調整 問題不嚴重 就加那麼一點會感覺比較不平凡 好這邊Rini他有兩個部分我認為可以再更好 第一個是因為他現在變C位了 那我覺得他表情要一些調整 也就是我常說的能量的投射要去做調整 一直保持這個正常的臉這樣跳 到後面還是這樣的臉的話就變成動作感 還是這樣跳 那就會有點小奇怪 跳舞的時候 因為你很難真正一張臉就固定 會跟各位看到一樣 因為很多團也會有這樣的類似的情況發生 感覺比較微呆版 那或許會是因為想要看鏡頭 或者攝影機要你看他 但我覺得你不要鳥他 因為跳舞本來就很難一直看鏡頭跳 這個是很不協調的 觀眾也不會覺得好看 因為跳舞會有時候你會看自己的手 然後才看一下鏡頭 然後再看其他地方 再看鏡頭 看鏡頭 他是有一些分配的 他不會一直看鏡頭啦 然後第二個部分 他這邊有一個轉過去的圍繞的畫面 他這邊是做有點類似醞釀以後 然後碰一下再打開 因為都很正 他的身體在斜也沒有斜到90度 都在45度左右 我會建議可能可以轉身 然後再亮相 比如說你整個人換一面以後 你們想像我從右邊繞過去以後 我的背在後面 然後轉頭 畫面上就會有一些亮點 也會感覺你比較會表演 第一次上台還在熟悉舞台 所以我常覺得看第一團表演 應該說看第一場表演 都沒那麼準 因為很多人潛力還沒被激發 其實我覺得這個舞變得還不錯 就很有幹勁 很來勁 跟他們音樂一樣 因為音樂是很有帶感帶勁的 那我覺得可能力量做不夠明顯 做不夠多 或者接無底不夠深 因為這支街舞原室很多 再來就是他們有時候推的角度 我覺得應該多一點 這個很漂亮 他們有一個整體的畫面 很像呈現的很美 天上組織成了幾條 從未來到未來的未來 他都卻燃燃一下 呵呵 呵呵 那個呵呵可以再來明顯一點 都知道了幾號 I love the purple I your day I love the purple 他們轉圈要稍微練一下 轉的有點慢 像以前於運少年影片 有講過轉圈這種東西 你如果沒有速度的話 會像換面 右腳 左腳 右腳 然後把身體換過來 就沒有旋的感覺 大腿內側 夾一下 速度會變快 那如果不會夾的話 你就用手帶 讓你的力量 過去 會比較有旋感 然後那個POSE 我覺得沒有做好 他們沒有定好 或者動作不夠大 沒有把那個設計做出來 有時候情況會反過來 因為我上影片會說 音樂的問題 或者設計問題 服裝問題 但我覺得這支 設計跟音樂跟編舞 我覺得都很好 都在那個門道裡面 那就有時候他們表演的能量 打不夠開 真的是因為第一次上台的關係 所以這個表演 我覺得沒有後來他們表演的好 各位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這一團我覺得 冰舞上可以稍微小改進的地方 他們在走位的時候 通常這支舞就是走過去 那我會建議給他們一些 舞蹈動作讓他們走 或他們走的時候 角度要清楚明顯 才不會變路人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像在等拍子 然後就慢慢走過去 像路人一樣 然後站著 音樂來的才跳 那就會很明顯 就會沒有一種表演感 我會建議可能走位的地方 再幫他塞滿一點 幫他塞滿一點 因為畢竟藝人通常不太知道 要怎麼走位 除非他很有經驗 或他是從 可能舞者出身 他會知道走位要如何走才會好看 不然剛剛會有看到 真的就走過去的那種樣子 好下一團 飛鴻妹贏 贏了啦 那個口香糖就已經讓我注意到他了 這是有夠欠揍的 我對他們印象 他們很hip hop 很有文化感 這個很聰明 這個音樂配合的舞蹈動作 還有服裝 他們只要做一點點動作 就能夠讓別人看到他們的基底有多厚 這首歌的那個Five做得很好 這在hip hop歌曲裡面 這部分很重要 讓他們的切點跟饒舌 會踩在所有的節拍上面 現在配的動作跟服裝 就已經基本上就已經及格了 所以他們的製作人 菲利普 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他們不只節拍做的好聽 音色用的很適當 不會過門也不會空 又做到了這種過門的用法 通常說過門 以英文來說 會有鼓叫做過門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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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那叫過門 但他們剛才有用音樂 聲音來做那樣的概念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他們為了要對這個音樂的節拍 蹦蹦蹦蹦蹦蹦蹦的部分 舞蹈動作就變得很豐富了 他們能夠發揮的地方 也就增加了 這個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這個扇針的這個 念針對不對 立扇針 小扇唇 扇針他的表情 我覺得超棒的 那時候我在攝影棚裡面 因為我隔著電視看 因為我那一棟在另外一個地方 他要這樣透過電視 他要看我 轉一轉的看 然後戴個帽子 眼睛不清不楚的 超酷 我超喜歡他們團 臉影這個身材喔 應該下過很多苦功 常運動啊 注重飲食啊 然後可能常跳舞 所以就 他這個身材就很清楚 肌肉很清楚 應該經過了很多的努力 這個編舞很棒 他們用簡單的動作 那個叫做Butterfly 像蝴蝶翅膀 腳會這樣 合開合開 然後 就能夠把氛圍營造出來了 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記憶點 而且因為他們前面有做這個醞釀 所以剛才會有Drop會出現 之前影片有提到的 節拍動作 還有他們的醞釀 到副歌以後 我們就會想要點頭 這個就出來了 我們就會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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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就做很簡單的Butterfly 我就覺得 完全在那個氣氛裡面 喝 他們這個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臉影做得漂亮 或臉影天生 好看 所以可以做到這樣的動作 其實不是這樣 這部分那 對有跳舞的人來說 有跳過嘻哈的人來說 一看就知道 他們嘻哈練得有多生 有多久 這跟KOP比較不一樣的是 Kора通常是 一直線的力道動作 如果把角度做好 那嘻哈可能會是reuリ動 要把你的文化感做出來 如果你有跳舞 會一看就知道 他們絕對都是中上以上 但說個健一點的 他們的年紀也差不多要到這個實力了 不過年紀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大問題 後面我再跟各位解釋為什麼 好嗨喔 他們這樣跳舞的話不用太多的力氣 又可以把動作的質感做出來 這就是嘻哈跳得好能夠做到的優點了 我剛剛那樣看應該就覺得有被驚倒 蹦蹦蹦蹦蹦蹦 他們這一段跟前面第一次用的不太一樣 他們換另外一根唱 然後加了鼓聲 會讓你的歌詞再更拉上去 我們就嗨了我們就高潮了 好嗨喔 這個整體的設計啊 編排啊 音樂啊 鋪陳啊 真的都是很有水準 這樣的作品我覺得很好 那好看的部分我不用講 因為各位應該要覺得好看 否則他們突然人氣不會這麼高 那有一個重點 我認為因為藝人你總要面對很多舞台 但是你如果很喘 很累 滿頭大汗 那臺灣你也知道又比較熱 因為很難在台上去處理你的 疲勞跟汗水 那這樣的舞蹈會比較省力 而且又能夠把效果做很好 態度也很好 好啦我不想再誇了 但他們又沒看到什麼缺點可以講 這位英國姐姐啊 她叫什麼 菲培 培 我不會念她名字 她做這麼美國風的表演 她英國朋友會不會瞧不起她啊 沒有 我亂講啊 我真的不知道要挑他們什麼東西 因為好像有聽說過 有些歐洲人不太欣賞美國風的表演風 他們覺得太熟 不夠優雅 我們最好聽說啦 她看起來那招啊 是一個很經典很經典的舞者用過的招的 稍微改過的版本 對 也就叫做Mr.Wiggle 她以前是Rustated Crew Electric Booker的很重要團員 然後在這顆地球啊 絕對是有份量的一個舞者 她的B-Boy Style TOP ROCK UPROCK POPPING LUCKY BOOKROO Style 都是非常頂尖的一個大大 現在應該五六十歲的一個伯伯了啦 她以前有做過類似聯影的招 對 其實不是聯影的招 是她的招 但她可能是 到下面以後電流出去 然後再電流回來 然後再繞上來 那剛才聯影她也做很棒 她是下去以後很順的直接推起來 這樣也很好看 而且又比較省步驟 對 因為你還要電流回去 那個步驟又多了兩三道過程 然後當時我記得在攝影棚 我看到聯影這樣 嗚~~ 我要上來 然後那臉還很拽 我有叫 我就 幹 太屌了 哇 就突然變得很HEPP 變回我的時間前這樣 嗚好HEPP 很少看到台灣女生 很下地板的 越來越多了啦 長得好看的女生 很下地板的 很少 因為台灣好看的女生 都想要跳K-POP 都想要跳爵士舞 然後到最後就會很膩 然後這團我覺得 我很欣賞的是 他們的製作方向 跟他們的成員 很貼近這個製作物 老舌的功底啊 還有跳舞的律動啊 跟動作的文化感 這就可以證明 他們應該都是 很長時間在這個HEPPH圈裡面 或街舞圈 老舌圈 積累的成果 這真的是台下十年功 然後台上三分鐘 尊敬尊敬 這真的是有過欠揍的 音樂啊 服裝 像頭髮帽子啊 然後舞蹈編排 整體都很順暢流暢 又適合他們 而且獨特 我覺得藝人很重要 你要獨特 你不能夠跟大家一樣 這樣很無聊 拉寶特給講一下 他們團的人都很客氣 雖然這樣看起來有點 雞歪 等下其實 像在攝影棚會遇到 經過啊 互相都是還蠻有禮貌 蠻客氣的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 就以HEPPOP來講 我年輕的時候 也會覺得 我要代表HEPPOP 很象徵HEPPOP 就會變成 有時候變成失禮 然後沒社會經驗 然後得罪別人也不知道 HEPPOP HEPPOP 有時候會這樣 那以前我有過那樣的階段 但他們 完全沒有這個部分 朋友禮貌 會鞠躬點頭 會問好 但我覺得有實力的人 一定要有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通常 你混得久的人 像 徐若軒姐姐 飛姐 回到現在還有地位 真的有原因 你的為人 你的客氣 你謙虛 這個真的是 有時候比你的能力還要重要 那我差點忘了講 這關於年齡的問題 因為網路上會看 有些人說他們老了 他們大了 但你想想看 他們也才多大而已 262728 真的有到那麼大嗎 可能以韓團的標準 他們算大 因為韓團的風格 比較青春 但他們的作品 跟表演的方式 我不認為年輕的 表演者有辦法 駕馭得了 比如說20歲 跳KHEPPOP的人 我不認為他們 HEPPOP可以跳得很好 每次需要積累 HEPPOP 算街舞類的 古典 越來越接近 當然還沒有被歸類 但我認為已經很接近了 當然要他們現在突然 學韓國的風格 變得很青春 很華麗 那個也很奇怪 所以我認為 最好是有些金主 然後投資 因為他們確實有能力 可以受金錢的包裝 然後變成一個 很上位者的 表演者的角色 雖然可能要花錢 但是沒有團部花錢 沒有藝人不用花錢的 所以他們會變成是HUR的第一代 那他們現在也有新人 就比較年輕的 20歲左右的 然後會繼承這樣的風格下去 那就會變成一代換一代 一代換一代 那你老退役了 你可以做教學 指導方向的統籌 AMR 不認為表演者老了 就一定沒前途 你還是有很多方向 面向可以去闖的 就看你怎麼做而已 好下一團 幻藍小熊 開頭的舞蹈設計很好 那他們的幹技 很明顯 因為他們不是只有手 他們連整個屁股都推了 然後身體壓低 會讓你的表演的視覺有水平 夠豐富 3 2 1 GO 阿用 我很喜歡他的名字 A Y E O N 念阿用 A Y E O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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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有種酷酷的感覺 但是他的外觀的造型 頭髮 我覺得這支舞看起來 會跟阿用有點撞到 因為都長頭髮 然後可能有人有燙捲 有人沒燙捲 但臉算同一款的 所以我覺得 少壯 少壯 這個編舞還蠻懂畫面設計的 工作很漂亮 然後不會無聊平凡 他都是一些有特別的角度 特別的Pose 會讓整個畫面 營造的很漂亮 A Y E O N A Y E O N 唱中文是不是 好厲害喔 這個動作設計的真漂亮 當然我覺得 他們的服裝 也加很多很多分 我不覺得他們的底子 有強到能夠完全 蓋過其他團的優秀的人 但是他們的服裝 音樂的感覺 他們後面有一個 Bass的聲音 跟電吉他 會襯出人的質感 所以藝人是要被抬腳 被抬上去的 那他們這個服裝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黑白色 而且每個都穿長靴 他們明白 穿長靴調味好看 然後身體上又有黑色 就很乾淨 有種尊爵華麗的感覺 哎唷 沒有他在浴語 我覺得SIM的跳舞很強 他很會表演 我覺得他不會輸給那些很厲害的人 他也算很厲害的那一群 對我個人來說 其實這團厲害的人很多 Beatle的程度也很好 阿用也很好 玉也很好 就是另外一位 我還沒講到名字 也很好 他們可能就最多 就插你的衣服好不好看 跟你的表情有沒有黏住音樂 我覺得就差那麼一點點 或者角度的一點點小變化 整體的水準 我認為是平均的高的 最低也有70分 那甚至有幾個強的 我認為80分85分 是接近的 是有的 那音樂跟舞蹈的那些編排設計 我覺得就是有到90分的 就是很很精準 很像K-pop的團 喔這個設計很漂亮 他們舞蹈動作也是很會編 都不難讓他們可以保留體力 角度編出來 像他們前面有一些正的動作 然後變成側斜的 你們視覺會覺得豐富精彩 設計很好喔 Queen and King 然後有一個皇冠的動作 從上面那樣 我最後就放 從上面然後這樣下來 那剛才下來就算了啦 因為下來就是一個設計而已 但我有剛歐的原因是因為 阿用他還這樣做一個 這個整體還蠻精準的 但他們會有一個 也不知道什麼缺點 會有一個問題 或者沒問題 我們晚點來討論 軟軟緩緩緩 他的氣場還差一點 可能比較年輕吧 他跳也很不錯 然後整體表演也是順的 別團的Beatle 跟Sing 還有阿用 他們三個讓我覺得最明顯 經驗值比較多的 等級比較高的 可能他們經過了 比較多的舞蹈訓練 從小到大 他們在舞台上完全補爬 那就能夠駕馭 超過一半以上的狀況 喔Sing他剛才很聰明喔 他看鞋上 他這個 我前面集團 我常說過的你的面相 太鎮疚了會很乾 就算你以為你很厲害 但其實觀眾會覺得乾 他剛才有一個看鞋上的 讓大家把注意力放到旁邊去 但其實還是他 那旁邊的人剛好隊形 散開來就會覺得 有一種激動感 絕對我來陷阱 竟算你下不見 讓我願意不著 引臟你輸氣不一 We are the Queen and King 設計得很好喔 欸 他們有三個主角可以用 最少三個主角 當然其實主角會在變多啦 更多努力 也會進化 Beatle他有一種流暢感 他的動作很流暢 讓人覺得很順 很順的過去 但另外他臉夠亮 他也懂得表情擺放 所以他很不錯 第二個Sing 因為Sing的舞蹈能力太猛了 他很能夠駕馭舞台 用他的剛說過的眼睛的面向 跟他的動作會有一些 小over的力道 稍微爆的力道 這個我覺得就會很亮喔 然後第三個是 阿永 除了他表演會有一種 冷艷感 冰之女王的感覺 以外 我就喜歡叫 阿永 覺得爽啊 阿永 那我覺得那個舞台是有偏心給他們 他有很多水滴有沒有 剛剛地板都有水滴 別突然好像沒看過這種特效 還是也有沒注意到 我剛剛覺得好像他們特別漂亮 我這邊稍微偏台一點 但算了還好啦 很拽嘛很拽嘛 我覺得那個余傳永先生啊 他們夫婦啊 真的是有夠可惡的 因為他們懂啊 他們知道怎麼做唱跳 也知道怎麼做設計音樂跟舞蹈 那他們又夫婦嘛 比較好喬 比如說編舞的音樂廳 覺得這邊加一些貨門好不好 這樣做好不好 那樣做好不好 因為那馬上就能夠穿搭 因為就在隔壁房間 然後就把它們給它做好 而這部分會很方便 那他們本身也是夠懂啦 夠資深 那在韓國有泡過 所以會做出來的會很精準 很像現在時代的東西 但他們有個問題 也不算問題啦 就是一個想法 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們就是很K-pop的血統出來的 那有韓國人 所以他們要做K-pop的東西 會很順很棒沒問題 但因為 他們的演出很有質感 但台灣的舞台就長那樣 然後又小 深度又不夠 很難好好的做表演 到時候如果動作做不出來 因為他們很多深長的動作 因為舞台小 做不出來的話怎麼辦 要怎麼接上演 這一個問題 當然可以解決 只做大舞台的 這個就可以搞定了 另外問題就是 因為他們是K-pop的風格 他們會有種情懷啦 因為我們都台灣出來的 像韓團真的沒什麼不好 你只要有機會找到一些 台灣會有的元素 就會感覺出世有名 那台灣的元素就 好啦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不錯 那這樣講完了 第一弓的演出了 有幾個Pick的名單 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 阿用 我就是想要先唸他的名字 就覺得爽 阿用 阿用很棒 他的氣質很冷厭 感覺不好相處 但我覺得表演沒差 又沒有交往 第二個Sin Sin他跳舞的能力很高 第二個Beatle Beatle的頭髮顏色很好看 然後第三個 麻油 因為我剛刷IG 看到他跳爬屏 覺得超猛的 第四個Phoebe 因為他太大的 然後第五個閃閃 因為他穿衣服像Tifa 然後第六個 林林 因為他在表演的時候 看起來跳得很不甘願 然後講這麼多 我最後的分享 最後最後 因為我最近會在網路上面 在那邊嘴炮 那可能會有很多人看到影片以後 他們也學起來 然後用我的嘴炮內容 去泡別人 可能參賽者或其他藝人 我覺得不太好啦 就是你雖然可能看得懂 聽得懂我說的 但你們其實不會做 那會變成網路舞者 雖然我這樣也有點像啦 但因為我有來做 我會跳 我會表演 所以我敢講 那我覺得不要把別人 講出來的知識 當作你的武器 去攻擊別人 這樣就比較沒有水準 那我們要多鼓勵他們 我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我們看義工 覺得程度不夠 會覺得好爛喔 當然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難免的啦 但要去鼓勵他們 因為人都會經過 我剛跳舞的時候也很爛 我好像十五歲的時候 上台表演 爛到爆了 那也是很多人攻擊我 跳什麼爛標跳的 缺少你的宅男 對啊 因為我算偏宅的那邊的 當然你如果一直被折罵 最後變強 也會很強 因為我算那種的 但我會更推薦說 你去鼓勵他 然後講哪邊可以改喔 會更好喔 然後他會有成就感的進步 因為你不能把別人扁到 完全都不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多少都有 付出就有努力了 還是要以鼓勵的方式 去讓大家成長 因為你們多鼓勵他 他們會高興 我說真的 就是有時候 一個粉絲的訊息 稱讚他們跳得好 哪邊的教育會更好的話 真的會聽喔 因為你把誠意拿出來了 那未來可能會有更多 參賽選手 因為你們的意見 變得強起來 那我們就會有更多 自己的產品 可以對外推出